副委员长也会被杀 1996年2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长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佩瑶在家中 年轻武警被杀 全身被斩55刀 手法极端凶残 震惊 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有国家领导人遇害 引起攻对北京治安和领导人警卫工作的担忧 同时也发各种谣言 有的散布称这是政治案件 有人说是高层政治斗争的结果 也有的给李佩瑶颇脏 相关新闻 1996年2月2日早上刚上班 时任公安部刑事 查局命案侦查处副处长的佐纸金收到李佩瑶家中被杀的通知 直奔案发现场 那是北京市西区新街口外大街四号院 这里住着40多位腹部及椅的高干 住有武警27名官兵 李佩瑶的家是一座独二层楼 楼内门厅东北角地毯已被掀开 露出一暖气井 井内有一具曲曲状腐身的男性尸体 头流出大量血液 李佩瑶遗体的外表伤痕累累 血模糊 面部共有六道砍创 浅的道皮下 深的道骨头 头上有15条划伤 枕部有两道砍创 深度都达道颅 颈部的损伤最重 一共有25道砍创 左侧舌骨大脚 砍断 左侧颈静脉被砍断成了三节 气管 食道 甲 线等脏器多处被砍断 胸部 腹部和背部有大面的皮肤擦滑伤 左侧金在当法医遇上警察 中国一位博士警察的私人手记描述 此外两间和两 双手共有24道砍创 深度到达基建 最重的一刀将手中指完全砍断 据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员副局 胡志安回忆 李佩瑶全身砍了55刀 其中颈部20多刀 未住在李家正南的邻居和一位住在东北侧的母证时 凌晨45时分左右听到了救命的呼喊声 两 当夜执勤的武警战士反应 六点钟他们在李佩瑶楼门外遇见了名叫张金龙的战士 用手电照了 一下 发现他头上和大衣上都有大量血迹 当天 班的武警班长证实 早上六时三十分 他看见张金龙和一位执勤战士在一起 张满脸是血对他说 班长 杀人了 你放我一马 让我远走高飞吧 随后 张跑 大院门口爬上铁门准备翻过去 被班长和另一战士追上硬拉下来 带到了武警中队部 张金龙即被搜身 从其右裤都搜出一个钥匙包和一个塑料刀柄 还有600元钱 出生于1977年7月的张金龙 1994年12月5 案发时事武警北京一总队二支队一中队上 兵 1995年3月25日起 他被派到李佩瑶等领导的住所职 经过审讯 张金龙交代出案发的经过 原来 张金利用站岗的上所离李佩瑶家很近的条件 之前 次偷偷摸摸潜入李佩瑶家行窃 暗中观察 发现 一个人住 家里没有警卫也没有保姆 买菜做饭 是自己干 连垃圾都是他自己出来倒 2月2日这天 陈 张金龙再次摸进李家 正当他在客厅写字台 替翻东西时 原本睡着的李佩瑶突然从卧室里 来了 开始 张金龙很慌 立刻跪下求饶 但是李佩口气到很和缓 他问清楚了张金龙的名字 突然冒出一句 你怎么才19岁就干这事 张金龙时觉得他十分可恨 心想 我都给他跪下了还不 骂 想着他肯定饶不了我 会和我们领导说这事 如意了白了 于是他到一楼后 在厨房拿了两把刀塞在裤兜里 走到楼门口时 听见李佩瑶大声 你可要知道后果 他听到这话就急了 掏出小点 菜刀转过身 李佩瑶立声喝道 你要行凶吗 上来 刀 两人扭打在一起 李佩瑶还向门外奔去并大呼救 被紧追的张扑倒并夺走了刀 疯狂乱砍 后 我也不知砍了多少刀 之后 张金龙将尸体塞进家门厅里一口暖气井 并盖上井盖 铺好地毯 在 上一个直箱 把菜刀扔进了楼外另一口暖气井 理完尸体 他又用拖把简单处理了一下现场 从 加搜刮了一些财物放在一个空旅行箱中 关上 就准备逃走 刚准备走 这时候被一名少兵看见 少兵看见他行迹可疑 要求他和自己回武警之 张金龙不愿意 苦苦哀求 没过多久 又来了一名兵 两人一起将张金龙带回了武警支队 1996年5月2日 金龙被判处死刑 执行枪决 星岛头条App京 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